上一回的这个大选确实没有 没有华丽的转场和运进 可以说是零成本自治 蓝营新年不想让民进党 抢禁年轻选票拍广告帮催票 要向外扩的青年选票 可能相当有限 但是在最后关头 我们本身的这个支持者 还有本身可能倾向于支持 我们的年轻朋友 甚至是还在看要支持谁的年轻朋友 愿不愿意站出来 然后把这一票投给国民党 愿意把这一票投给韩国瑜 这个才是最后的关键 那对于国民党来说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青年工作 一直很需要加强 那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只要我们能够拿到 一票的年轻选票 那那个效果对于我们来说 大概就是两票甚至是三票的效果 我们知道这个影片 其实民进党很常在做 那国民党相较于 这样比较接近年轻人感觉的影片 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这一次其实只是很简单 透过年轻人讲出他自己内心的话 来让其他年轻人去感同身受 去讲出他内心真的的声音 而平常不敢在同材团体之间 说出来的话 让他表达出来而已 118万首投足 和民进党抢青年票 国民党使出洪荒之力 最后关头要用老派方法 打催票电话出动 加户拜访队 但有效吗 电话出票是其中一端 因为国民党向来是副事动员 所谓副事动员是电话是其中一端 一种而已 另外还有透过这个亲戚关系的 有通过这种朋友关系的 还有这个各个组织 各个同乡位 所以118万 第一个不会偷投票 第二呢 投票的 我们能够掌握到三分之一 我觉得就算是不错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 因为他很有正义感 所以相对于他们 对一些司法正义的议题 其实是关心的 那另外年轻人 针对很多经济的部分 因为他们未来的生活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 选择一个比较稳健的团队 所以我们也有加强这部分 包括民进党的网军制度 民进党对经济搞不好等等 我们要唤醒年轻人 对这些议题的重视 然后能够投给一个 真正可以对他们 未来有帮助的候选人 韩国瑜请假后 开始倾听之旅 接触年轻人 听青年的声音 是否能突破同温城 1月11号 手头组来验证